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12月1號 亞洲新聞 我在這裡當然先帶貨 你又吃了那些補品的東西 這個不用帶著 這個益生菌,將關燒毒菌 當然,Hardsell 因為我買的不是一台小機 消毒噴霧機 我買的是一個全新的革命消毒概念 將益生菌在空氣之中 做成一個生態平衡 久而久之 整家的細菌,什麼病毒都沒有了 昨天有人問我 那些霉味噴味可不可以清除? 是可以很快清除 只是這做產品的副作用 就是這樣 這不是副作用 副作用好像是衰的 代理是這樣說的 即是它的副作用就是 清掉家裡的霉味噴味 主要的作用就是 當你長時間用的時候 用得一頭半個月 整家的空間,你的家 就做成一個生態平衡 益菌多過這個害菌 一家都健康 那什麼COVID,什麼感冒 可以說是全部清除實 你不要這樣說好嗎? 你不要這樣說好嗎? 即是你不要這麼黑色 我怕你整整一下會好像 呃,無限結 即是好嗎? 即是不要搞到 你不要搞到我們變成無限結 收起那些嬉皮笑臉 今天正式開始我們的新聞 我們正式開始我的嬉皮笑臉 是,亞洲新聞的要問時間 那麼最重要的新聞 一單底十單 那麼前中共的總書記 前國家主席江澤民 就逝世 享年九十六歲 公告呢 就形容江澤民是全黨 全軍 和全國 各族人民公認 影響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 那麼在中國的公告指出 1989年的春夏之交 國家發生嚴重的政治風邦 江澤民就其次聲明 鮮明地反對動亂 捍衛了國家的政權 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正確抉擇 認為他的世世 今次的世世 對於黨、軍隊和全國各族人民 都是一個無可 鼓量的損失 那麼江澤民先生 最後露面就在2019年 首先在七月 在國務總理李鵬的 遺體告別儀式百寶山上 出現過一次 又要兩人參加 最後一次出席活動 就是國慶 都是由兩個人參加 在天安門廣場上 以及我們的習近平主席 一起閱兵 那次就是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那麼到了今天 就逝世 是 都算是 那麼多個國家領導人之中 最長壽的一個人 96歲 是 我相信以後會更加長壽 因為當時的時候的人 平均壽命有沒有那麼強呢 是 就是 國家主席習近平說 去沉重悼念江澤民 將會化悲憤為力量 按照中共二十大的部署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現代化 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而團結奮鬥 昨天 習近平主席在人民大會堂 和到訪的老窩國家主席 會談的時候 習近平說 江澤民是 黨、軍隊和國族人民公認的 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 中共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的主要創立者 對江澤民的勢勢 表示沉重的愛同 表示 中國 共產黨和人民的巨大損失 就是這樣 江澤民應該是90年上任 是 經歷了一個年代 由90年到2010 甚至2010之後 他還有一定的影響 他是執政了大概13個年頭 但是在執政 就是當他四下了他的職位之後 他在黨裏面 在政治上 在舞台上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力 哇 你說得這麼正經 那他就是 其實就是中國經歷過幾個年代 第一個年代 就是無論誰做 表面上的領導人 實際的領導人 只有毛澤東 鄧小平 江澤民 還有現在習近平 實際上這麼多年來 只有四個 每個都大概是掌權了大概是二十年 二十多年 大約都是這樣的情況 那我相信這個體制也是大約不會變 那江澤民是一個大家 當初的時候大家 他上任的時候 大家覺得他是一個過渡性人 是的 像華國鋒一樣的過渡性人 但是他的能力就極強 那毫無疑問 中國在他上任之後 那個增長 那個整個轉圈 就是在江澤民之內轉圈的 是由一個 只是軍事上的大國 變成一個 是比較全面性的大國 所以就是 但是他的年代 由於很多事情 過度發展 那江澤民是比較開明的 他是上海大 但是 到了後來的時候 他 造成今時今日 當然你一個人是 很快速生長 你知道嗎 快速生長 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譬如你現在 那些生物 如果突然發育 那些十五六歲的人 我相信是不好吃的 就好像剛剛長大 剛剛發育成熟的雞 剛剛發育成熟的豬 是不好吃的 就是必然是很多罪肉 所以你要再養多 一年半載 才會好吃一點 這個是養動物的 這個生態 所以 中國在他崛起的時代 就出現了很多 我們叫官島 不知道官島 因為整個社會 很多 很多 不尋常的東西 就是那個東西 所以就變了 有些 後來的時候 習近平時代就是 撥亂反正 撥亂反正 需要很大的痛苦 現在我們都在捱力 半裂反正 我很記得 這件事實在忍不住不說 當我講了這麼多 的時候 就是 那時候 譬如在東莞的時候 就很 很好煩 所以這句話 我實在忍不住不說 雖然都很不政治正確 就是那個叫做 沒有意見 是 但是可以反映出 當時的時候 那個 那個 是怎樣 所以每一個朝代 每一個朝代 有一個 每一個朝代的問題 江澤民那時候 鬆是應該的 因為你鬆的時候 你鬆綁了 才能夠令整個經濟 整個社會迅速發展 沒錯 那在江澤民時代之前 一男一女去開訪 是有出事結婚症的 是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我當然知道 我那時候也去過大陸旅行 我在1989年在北京 當然要 要出事結婚症 所以當時的時候 就是會這樣的狀況 但是當時的時候 在江澤民時代 就開放到今時今日的局面 那習近平只是略為收一收 所以我們去江澤民 就是他奠定了今時今日 而習近平那個 他那個貢獻 他執政了十年 嗯 那他那個貢獻 暫時來說 雖然他執政了很多東西 暫時來說 那樣東西 還沒有江澤民的時代 那麼明顯 是 那我們講回江澤民 江澤民就是一個工程師 畢業於上海的 這個交通大學 那一路下來都是 在中國之內 就是擔任和作業的職位 你應該先講講背景 嗯? 你應該先講講背景 背景? 是的 背景就是一個 中產階級的子弟 當然不是 哈哈哈哈 那就是補充 你沒有讀他的資料 原來 他父親應該是江上風 或者是姐姐 是革命 即是說 他很小的時候 已經入共產黨 是 因為他小時候 就是國民黨時代 所以他就是參加過一些 很先進的 一些國民黨 類似是 共產黨 推翻國民黨 就是那些 那些行動 西安事變,他身為一個十歲的小朋友,他寫過信是支持張學良的 是,即是類似這樣,因為他父親是有一些革命的,不知革命是先烈還是怎樣的 所以他是有背景的,即是當時你沒有父母背景,其實是很難會去到那麼高級的 去到一路在新中國建立起來,其實江澤民也算是步步高升 但是最多都是做過一個電機工程的部長 去到1980年代的時候,他就成為一個上海市委書記 其實在1989年的時候,他是打算退休,因為那時候已經年過六十 他是打算去做一個交通大學的教授 但是呢,因為在那些年代,他很維持黨的原則 對於上海的學生運動,就會有很強烈的... 是 譬如,查封了那個世界經濟道... 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世界經濟道報 就是這個道報 受到鄧小平的高度上昇 結果在六四事件之前,他就直接調了上中央 是 那六四之後呢,鄧小平就把這個人拿出來 告訴別人,他將會是最高領導人 其實都算是踏直升機直上 就是他的案子 直到胡錦濤繼位之後呢,他的影響力還不斷蔓延 那麼,他就任的時候,他是以一個開明領導人的姿態 對啦,帶領中國進入這個世界舞台 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完成了香港和澳門回歸的大業 這個非常之重要 那麼,也都多次訪問香港 亦為中國的開放改革路線打下了根基 就是由一個比較左的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變成一個可以走到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 那當然,這是一個鄧小平的公路 大家也不要忘記,當初的時候是為什麼 大家的意思是 大家當初的時候,他為什麼會是 走這條道路 就是當初的時候有一個鄧船峰 他當初的時候是非常之左的 因為他摸不清楚路線 但是當鄧船峰之後 一走走了之後,一落落到深圳 跟著一大搞改革開放之風 那條路是完全是 光榮及正確的 是,因為實際上大家猜不到 原來是可以在政治收緊經濟放鬆的 那朱少胡其實反逼了他 跟著他說,咦,不是啊 這條路成功了 那朱少胡就走回這條路 那中國就一路有經濟發展 而且在他,不是治下 後來他應該退休 那時候是胡錦涂時代 01年的時候 01年的時候,剛剛是他 什麼時候 2000年的時候入了中國 最後應該是入了WTO 在他治下,他和朱鎔基的時候 就是中國的時候最發展 第一,是始終要代表 中國先進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第二,是始終要代表 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第三,是始終代表 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那叫做三個代表 在三個代表同時提出來的時候 他還破天荒 准許資本家進入中國共產黨 對,因為常常說馬雲 那些都是這樣進入 是啊 麻煩馬發騰也是這樣進入 所以這個革命性 因為如果你不把資本家 進入黨的時候 黨的代表性不夠 權力不夠 所以就會受到影響 是,我們講回三個代表思想的時候 他講一下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 是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 推動黨的建設 新的偉大工程 如果鄧小平是建設這棟大廈 即在屯門大廈之中 建建建一棟大廈的時候 我覺得江澤民就是 裝修這個大廈的一個重要 即是裝修得美輪尾換 好好地繼續向前走 如果你講回 2004年寫入黨章的三個代表 去過時我剛才所講的東西 來到這一刻 其實應該都做到了 市場經濟體制度做到 小康社會毫無疑問 我覺得 建設新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 我覺得也都可以接受 就是這樣 但很多人都反他 那一定反的 逢中就必反的 但是事實上 你看見是真的做肚子 我真的不像 因為這些逢中必反的 你會選多一點 所以我就不太知道 不過你這樣說話 你都懂不少 我懂得一些 愛國愛港的人 如果大家對江澤民最有印象的 就是在2000年 他當面斥責當時的香港記者 當時的香港記者就問他 董建華是否能夠連任 他就出來說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令很多人都知道 naive 有自的 大家就最印象很 他因為不深刻 我想大家最深刻的 現在都是說 2011年的時候 亞視 香港人亞視 就是五報的死訊 出現之後 我昨天他彈出來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 是不是真的 即是早了十幾年 早了十幾年 之前他死訊傳過很多次 我相信 五報死訊 大家都會覺得 那個叫做黃禎 黃禎 應該他過一節 都好什麼 那你卻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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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 是非恩怨 就來自這個法輪功 法輪功很討厭 但他取替法輪功是應該的 如果給我都會取替 其實當年那件事 到現在都是毫無頭緒的 即是那幾百個法輪功的學員包圍中南海 我那時候也覺得很奇怪 那些事情又說法功又有事 當然不會法功 法輪功他 其實最討厭法輪功的就是佛教 因為法輪功說到李鴻志 他發你那個佛教 李鴻志現在還在生 在哪裡 他當然是收起來 如果被人發現 他還會吃飯多士 如果被人發現李鴻志 那些神力就沒有了 所以他一定要收起來 你記得所有人 耶穌知不知道為什麼 耶穌會是得 因為他十字架的釘死了 當然不是 為什麼呢 五餅二餘 當然不是 因為耶穌在外面做人 人家是沒有見過耶穌的 人家不知道耶穌到吃飯多士 是神在街上亂吹 人家都知道耶穌是甚麼 你在外面吹 你怎麼吹都可以 去到本土的時候 你怎麼吹都不可以 人家知道你的 知道你的所有背景 就是這樣 明白嗎 所以法輪功 李鴻志和耶穌 其實相同一點 所以佛教 佛教在印度適眉了 但是在中國 吹到釋加茅尼華 多厲害 明白嗎 全部都是用這個方法 所有宗教都是用這個方法 而且馬克思去日本 在德國都不行 當然 都是去到中國 俄羅斯 大家沒有見過馬克思 你還沒見過他 因為傳聞 是的 傳說中美都沒有 所以毛澤東現在 雖然在中國都沒有 但是真正最崇拜 中國毛澤東的人 拉丁美洲 還有非洲 還有印度 還有毛派 是的 所以你記住 這個是一個 當你成立一個宗教的 基本原理 千萬不要弄那麼多面 是的 所以李雄志自己會失蹤 是的 好了 2004年當江澤民 四任了一切職務之後 仍然對胡錦濤的證據 最後就是我隨便講一下 第一大課 你好像是馬克思課程 我還沒有讀多些書 你那天給了幾個名字 我有段時間讀 我這次認真的 你這次認真的 那些東西一定要講 我現在知道為什麼我一直 因為我不要去馬克思 因為我知道讀很多書 所以我才不要搞 不太簡單 所以要搞多 所以你說搞馬克思的時候 一直都這樣講 我不要緊要照做 你搞多久要讀 那些要搞多 那就讀一下書 認真一點 一兩個星期 一兩個星期 因為如果不是說 我還有一個什麼課程開 我還有一個股票課程開 股票那些當然快點開 我的小事 好啊 還有一樣東西就是 剛才講回 2004年當你卸任一切職務之後 就是江澤民 仍然對之後的中國和共產黨 發揮影響力 民間又傳說了所謂江派的出現 即是那些江派 團派 太子黨的鬥爭 習派 亂講的那些 你知道那些東西來自哪裡 大家信也好 不信也好 至少有些故事講 最重要的一件事 其實習近平都是由江澤民所支持 成功繼任的 還有胡錦濤 胡錦濤一早就說了 胡錦濤和江澤民一起支持 鄧小平就沒有去到習近平 雖然鄧小平和習近平都很相熟 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相熟 相熟啊 即是江澤民沒見過鄧小平之前 習近平已經在鄧小平旁邊走不走去 即是作為一些軍事辦公室的一些 好像那個胡錦濤那個 那個鏡鏢 他是鏡鏡助理 是啊 即是他老大是習仲分 大哥 親民戰友來的 是 好了 我們說回最後一件事 就是在智商委員會上 智商委員會 智商委員會由中共現任的總書記 國家主席習近平率領 其中包括現在現任的總理李克強 以及多名現任及前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其他的成員也包括中國政協副主席 董建華、梁振英、賀口華、夏寶龍 當然也包括行政長官李卡超 以及澳門行政長官何一成等等 都在 以及現在的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也是智商委員會的名單 我很懷疑是不是出名 因為董建華今天我聽到 都應該今天吃飯就聽到 他都應該不可以 這麼容易是親民 他都應該 你都沒見過 他都沒有出來 我想他的情況都很嚴重 但是我想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現在我們作為一個政治觀察者 最關心的就是 因為當年在周恩來寫的時候 國內四五運動 胡耀邦寫的時候都會出現問題 八九民運 胡耀邦不是八九民運 對不起 胡耀邦是 1987 1987就是那個 總之是1987 總之就是八九民運 你記錯了這些年份 1987 胡耀邦是1987 反之產階級自由法 總之就是1987的時候 還會出現一些問題 那 江澤民不是 都射任了很久 但當時胡耀邦也射任了 所以大家都會很 有些擔心 因為照著人性都沒事 雖然 但問題就是大家都會有些擔心 可能會出現一個 你現在想說這麼多 你是不是拿著那張白紙 你現在想說這麼多 不是 白紙之前的時候是之前的 是之前的 所以就不存在這個問題 但大家都怕會 大規模的群眾聚集 做到乘機搞事 但是就是 我相信 以中國的狀況 應該都能夠處理到 畢竟周恩來和胡耀邦都能處理到 所以我們 只不過大家會這麼擔心 我就在這裏笑說 在群組裡我笑說 喂 不要啦 不如 不如說 共產黨員一切重選 大家共產黨員 即是不用鋪張 是 一般般都要在白寶山搞 不會太鋪張 不要鋪張 你只知道那天不出來便可以 或者是疫情 大家不要鋪張 是是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 昨天我們那些年輕的朋友 有在我們的群組裡也都 注意到這個治喪委員會名單的排名 發現李強是排得非常之前 即將會成為國務院總理 現在還未上任 應該這麼想 你一強跟著李強 我說下一個就是李公 哈哈哈哈 好了 那麼 對江澤民的評價就講到這裏 都深切悼念江澤民同志 希望可以安息 就是這樣 好 我先講消息 昨天見到一些朋友 他們說 跟我說 亞洲電視的節目 大師做的 質素這麼高 我當然是拉低了你 那為什麼觀看數不高呢 然後我說 其實觀看數操縱在大家手裡 其實大家看亞洲電視的影片 不妨將它 share 多些出去 和說多些給人知道 或者用電話 用Whatsapp 微信 傳給你的朋友 把連結 觀看數不就高了 這麼簡單 好了 另外也多謝各位收睇今集的節目 記得多些上我們亞洲電視網站 和我們亞洲電視購物平台 購買我們的產品 支持我們支持大師 好 我們下節的本地新聞時間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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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